大家好,欢迎回来快乐仓雪HamsterTV 上集我介绍了仓雪第一至十项主要特点 今次我会说第十一至二十项 还没看上集的朋友,可以先看下集 然后点击下面的连续,再看上集吧 第十一,杂食 野生仓雪除了吃蔬果 亦会捕捉身形给它小的动物 例如昆虫、青蛙、蜥蜴 所以仓雪的粮食不应该只是素食 亦要包含适量的肉类 市面上最常买到的肉类是面包虫 亦可用无盐、无油的撒蛋白或撒鸡肉来喂 第十二,食大便 仓雪和其他野耻类动物 例如天竹鼠、兔仔一样 一常适量含有大量的纤维素 而它们体内用来分解纤维素的益菌位于盲腸 盲腸位于小腸末端,连接小腸和大腸 盲腸益菌在分解过程中会释出营养 但是大腸不能将所有营养的吸收 于是第一次排出来的大便是软身的一粒粒 仓雪就将这些大便装饰粒 剩下的营养在小腸中终于被完全吸收 于是第二次排出来的大便是硬身的一粒粒 第十三,需要均衡营养 仓雪和我们人类一样 需要吸收各式各样的营养 不过,苏鼠需要的蛋白质、碳水化合物和纤维的比例 和我们人类不同 为苏鼠的肝粮分杂粮和合成粮两种 我们亦可以为适当和适量的新鲜食物 例如绿叶蔬菜 第十四,公母鼠易辨认 要分辨公鼠和母鼠,可以看尾部 高丸是很明显突出的 而母鼠便没有身体部位 不论公鼠或母鼠 一个半月大便已有繁殖能力 每一胎杀三至十二只 大参三不一定会和睦相处 甚至会互相残杀 第十五,在极端形势之下会食到同类 苏鼠在大自然中是其中一种会食同类的动物 而大部份品种的苏鼠偏向独居生活 霸地盘的意识非常强 尤其是敘利亚苏鼠和中国苏鼠这两个品种 而那些用来自养苏鼠的笼 空间不足以给每一只各佔地盘 所以放在同一个笼中最终必定会互相干净 至于苏鼠呢? 没有血缘关系的放在同一个笼中 都不可能会互相为敌 有血缘关系的 亦可能因为个别性格特别干旱 或者笼中空间太小 而有发肢体冲突 第十六,很多都带有遗传病基因 如果一胎有鼠 不及时分辨性别 将公、母分开到不同笼 便很容易引致更亲繁殖 生了一胎又一胎 不仅数量多 重将遗传病基因带给下一代 严重的甚至令下一代 在出生时已出现残疾 造成恶性循环,后患无穷 为了避免以上种种互相攻击 或意外怀疑的悲剧发生 我们绝不鼓励将不同仓雪 放在同一个笼中置养 如果你现在的仓雪笼 当中包含异性或不同品种 或已出现打斗情境 请尽快将它们分开到不同笼 遵守一笼一鼠的基本原则 第十七,月居生活 仓雪来自沙漠地区 日间天气非常炎热 仓雪会躲在自己挖的地洞中被暑 亦因为地区的粮食和水源频繁 仓雪会将食物收在地洞中 所以挖洞是仓雪的日常活动 只要我们在笼中放厚的电料 便能让仓雪发挥它的小宇宙 自由挖洞 第十八,每晚跑几公里 仓雪是长跑高手 所以笼中一定要放一个适合它身长的跑量 所谓适合,即是它在上面跑的时候 背脊是平成直线 不用咬着骨 幼年和成年仓雪的身形可以差几厘米 所以随着仓雪的成长 你要帮它活大一点的跑量 第十九,是聪明的动物 仓雪除了有趣,其实也很聪明 它不单听得明白自己的名字 亦明白我们的小量语言 个别仓雪在奖励形式训练之下 甚至懂得玩花式 例如跨栏、跳呼拉圈 不过每只仓雪的能力不同 它学不懂就别灭乱它了 第二十,致氧历史短 人类将仓雪当作物离药 只有大约80年历史 和猫、狗、家畜、家禽不同 那些有过千年的致氧历史了 所以现在仓雪纯化程度还是低 还保留着很多野生杂性 但是这样不代表它们能够被放生 懂得在城市或郊野里面 觅食头身 亦因为字仰历史短 有关仓雪的医疗研究 相比猫狗少很多 加上仓雪体型小 不能承受大手术和所有药物 所以我们要妥善照顾仓雪 减低它患病的机会 一旦发现不妥 就尽快带她看授意了 如果你喜欢我的影片 请在下面给like 按下订阅键 再按旁边的小小小小 选择全部 就会第一时间收到这个频道的最新影片 如果你想关注我本人养的仓雪 和获取更多字仰仓雪的小贴士 就follow我的instagram 多谢你看完这个影片 我们下个影片再见